与其他黑奴比较起来,以丽莎是幸运的,她在女主人的关爱下长大,没有衣食之忧,并且从没受过什么苦。 第一二代混血女人在那个时候常常是人们谈论的对象,不仅由于她们优雅的气质,文静的举止和甜美的声音, 更因为她们那苗条婀娜的身段和那令人眼前一亮的美。 以丽莎确实是幸运的,上天给了她与生俱来的天生励志,并让她在主人的保护下逐渐成熟而没有让她因为美丽而受伤害。 在她成熟之时,又赐给了她一个优秀的小伙子做丈夫,她便是林庄的一名黑奴,焦治·哈里斯。 这是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伙子,她被主人送到一家制包厂去干活,没多久,她凭借玛丽的身手成为厂里的第一把好手。 在工作中,她又发明了一台清洗大麻的机器,要知道,她可是个从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黑奴啊。 但从这台清洗机上所显露出来的才华,足以让当时的许多发明家刮目相看。 并且,这位小伙子,也似上天眷顾着的宠儿般,她有一副英俊的外表,举止得体,一态可人,真是大众眼中的宠儿。 但似乎,幸福与好运总是和灾难连在一起的,又是那无情的法律,把它置于其主人的私有财产之中,根本得不到人权。 而其主人又恰恰是个心胸狭窄,见不得别人优秀的,善度的小人。 他怎么能忍受得了一个自己的黑奴那么受爱戴,过得那么舒服呢? 在听说焦之如此成功之时,他马上匆匆赶到工厂,亲自证实他听到的一切。 不明就里的雇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,并十分感谢焦之为工厂做出的种种贡献。 雇主带领他进入了工厂,并参观机器。 焦之站在主人身边,他现在正是得意之时,自然是神采飞扬,侃侃而谈。 那种自然流露出的自信与智慧的神采,让旁边的主人相行见处。 他的主人怎么能容忍他比自己更强呢? 他不知道,一场灾难正由于他的过于优秀而降临了。 他的主人发誓要阻止这一切,怎么能让自己的努力过得那么舒服得意呢? 他马上当众宣布要领回交纸的工资,并把他带回家去。 这个决定让雇主和所有的工人都大吃了一惊。 可是先生,您可要想清楚了,这么做也太突然了,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 雇主一脸的惊恶。 我决定了,焦之是我的人,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但是,哈利斯对我的工厂来说很重要,我愿意多出点钱把他留下。 不行,我不在乎那几个钱,今天我一定要带他回去。 他说的斩钉截铁,但失去了他对我的工厂是个损失。 那是你的事,我不管,我不想再让他干下去了。 可是,他发明了机器啊,一个工人很不时时机地插了一句。 这下,这位主人可真的火了。 是啊,他发明了一部让你们可以偷懒的机器,是不是? 你们这些懒惰的家伙们,让你们在外面干活,那怎么行? 今天,哈利斯一定得跟我回去,它是我的财产,可以随我怎么处置。 交致一直站在旁边,说不出一句话。 自从他听到自己的主人,住在自己生命的这个人,说出了带自己离开的这些话,他就一下子惊呆了。 他明白,自己是不能抵抗的。 但为什么,为什么,他觉得怒火已经烧红了他的双眼。 他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,他要爆发。 要不是雇主在旁边抓住他的胳膊,他真的会忍不住的。 雇主在旁边低声地劝他,别冲动,你先跟他回去,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回来的。 那位有权利的主人,看到了两个人的耳语,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,也暗暗下了决心,一定不会再让交致得意下去了。 于是,交致被带回了庄园,主人把满腔的渡火发泄到了他的身上,让他干最脏最重的活。 交致没说一句违抗的话,但那闪亮的大眼睛里所闪现出的恨与怒,却让任何人看了都不禁胆寒,他不会屈服的。 在工厂那段时光,是哈里斯最快乐的时光,在这期间,他结识了美丽的以丽莎,两人一见钟情,并在以丽莎女主人的撮合下结了婚。 这是一桩十分美满的婚姻,交致深得雇主的赏识与雇员的拥护,行动十分自由,而女主人更是对这桩婚姻十分满意, 看着自己养大的美丽姑娘与优秀能干的小伙子结合在一起,是让人多么赏心悦目的一件事啊。 这是他撮合的几对婚姻中最满意的一对。 因此,交致与以丽莎的婚礼就在女主人家的客厅里举行,场面十分隆重,新娘婚纱下的香橙花是女主人亲自插上的,更为新娘增添了一份妩媚。 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都戴着白手套,品尝着各种点心、佳肴,并向新人送上最真挚的祝福,新娘的美丽与女主人的慈善也为大家津津乐道。 婚后的日子十分美满,夫妻俩能时常见面并且感情很好,唯一的不幸便是,以丽莎的前两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。 这位母亲伤心欲绝,好在后来的小哈利又健康又聪明,逐渐抚平了母亲的心伤,而以丽莎的全部母爱都倾注到这个小家伙的身上,把她当成长上的宝贝一样真爱着。 从此,她又过着幸福的日子,直到她的丈夫被那善渡的主人粗暴地夺去了应有的幸福。 雇主确实是好心肠,在一两个星期后,估计哈利斯先生的火气已经消了, 她便登门拜访了这位庄园主,想劝说她再让娇致回到工厂里干活。 你别白费心思了,我是不会让她回去的。 哈利斯态度很强硬。 我不会干涉你自己的事,但是你应该知道,如果让娇致来工厂,对你是大大有利的。 哼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,那天你们在那儿窃窃私语,我都看见了。 告诉你吧,我是绝对不会让娇致再回去了,先生。 我可得提醒你,法律允许我这么做,你就别幻想了。 几句话彻底击碎了娇致的梦。 他知道,在这样一个主人的管制之下,他的命运注定是无尽的苦难,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? 有人说,死刑是人类最严酷的刑法。 但世上,有另一种刑法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。 谢尔比太太出门了,伊丽莎已在门框上发呆,一只手突然拍在她的肩上,她惊得差点跳起来。 当看清来人之后,又马上转睛为喜。 哦,George,你吓了我一跳,见到你真高兴,快来我的房间吧。 一说完,她便拉着她的手走进去。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呢?看看我们的小哈利吧,看她长得多可爱啊。 哈利睁着天真的大眼睛,望着父亲。 没想到,George却神情凄凉地笑了一下,说道, 哎,我真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呀。 伊丽莎不由地抖了一下,想起她担心的事来,不由地把头埋在丈夫怀里,大哭了起来。 对不起,伊丽莎,我真不应该让你那么难过。 哎,要是你从来没有认识过我就好了。 George,内心充满了自责。 George,你这是什么话? 你快告诉我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? 你不要瞒着我。 伊丽莎,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,最善良的女人。 我们的生活一直很幸福,谢谢你给我的一切,我爱你。 还有可爱的小哈利。 不,George,不要说了,快告诉我,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 亲爱的伊丽莎,为什么,为什么上天那么不公平地对我呢? 让我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之中,丝毫没有快乐。 我过去,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,但又有什么用呢? 主人的随便一句话,就可以让我入地狱啊。 别这样,George,我知道你不能在工厂里干下去了,我也知道你的主人自私又狠心,但不会一直这样的,你只需要忍耐一下。 还要忍耐,我已经忍耐了多久了,但那又有什么用呢? 他根本不用费多少力气,就把我辛苦积累的一切毁掉了。 工厂里人人都喜欢我,那又有什么用呢? 可是,他毕竟是你的主人,是啊,正因为他是我的主人,所以他操纵我的命运。 他无知,我却比他聪明,他无能,我却比他有才干,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? 他是我的主人,所以他剥夺了我的一切。 我再怎么出色也不能发挥,他见不得我比他强,故意地侮辱我,让我干最脏最累的活,让我败倒在他的脚下。 以丽莎的心情,随着娇致的脸色而越来越沉重。 教职,我求你,你忍耐一下吧,别做出什么傻事啊,就算为了我和哈利,好吗? 忍耐?我还能再忍吗?你可知,他们怎么对我? 在干活之后,我想自己学习一下,但他一看到,就派更重的活给我干。 他说,看我到底还能坚持多久?你可知道,他们是怎样的黑心肠。 那天,我看见小主人在拼命地抽打一匹小马,便劝他不要打了,没想到他抽得更狠,还向我打来。 我抓住他手中的鞭子,他反而诬告我说,我打他,告诉了他的父亲。 他父亲终于找到了折磨我的借口,于是,他竟然把我吊起来,让小主人打累了为止。 你看吧,我现在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? 为什么他是我的主人?为什么他有权力折磨我? 我一定要弄个明白,我一定要报复。 角纸阴冷的眼神中,射出复仇的火焰。 以丽莎对他的眼神吓坏了,他全身颤抖着。 我以前老以为我们应该听从主人的安排,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 你也许可以,因为他们当你做女儿一样地保护你,照顾你,可我呢? 他们从来不把我当成人看。 在他们生气的时候,我就是最倒霉的发泄的工具。 若他们肯不管我,便是对我最好的恩赐了。 他们从来没想过,我带给了他们什么,我让他们赚了多少钱,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。 你说,我怎么还能忍呢? 角纸的怒火,足以融化世界。 此时的以丽莎全身发抖,说不出一句话。 他在丈夫汹涌的怒潮中,显得更加脆弱。 他的观念中,哪曾有过这样的东西啊? 还有,我那可怜的小狗卡洛,那是你送我的呀。 只有他天天陪伴着我。 可那个凶残的人呢,他看到我用残羹冷饭喂他, 竟让我在卡洛的脖子上绑上石头,扔到池塘里。 我当然不肯,可他竟然自己下手,还向着那垂死的小东西扔石头。 哦,你能想象那是多惨的一幕吗? 可怜的卡洛悲伤地看着我,他怎么能理解我心里更深的悲哀呢? 主人鞭打我,但那又算得了什么? 总有一天,我会报仇血恨的,一定会的。 哦,不,叫着,我们来信仰上帝吧,只要我们虔诚,上帝便一定会救我们的。 别傻了,伊丽莎,那些又满足又得意的人说得容易, 可我,处于这样的境地中,叫我如何再去信仰。 如果你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苦难,那你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,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? 当然有,最近他一直在说,不应该让我娶你为妻。 他更恨死了谢尔比先生一家,他恨他们傲气,说我也像他们一样傲气十足。 他说,要让我在庄园里重娶妻事,再也不许离开庄园一步。 昨天,他说一定要我娶米娜为妻,不然就把我卖到南方去。 那怎么行,你已经和我结婚了呀,是和白人一样,由牧师助持的呀。 伊丽莎,天真的说道。 亲爱的,你太天真了,奴隶是不能结婚的,法律就是这么说的。 哎,如果他坚持,那么我就无法抗拒。 伊丽莎,要是你不认识我,多好啊,那灾难就不会降临到你身上了。 还有小哈利,他该怎么办呢? 主人很疼他,他们会照顾他的。 也许现在是这样吧,但以后怎么办呢? 主人总会死的呀。 到那个时候,谁来保护他呢?伊丽莎。 孩子越俊俏伶俐,你就越保不住他呀。 伊丽莎,像触电一样,抖了起来。 她不由得想起了几天前,那奴隶贩子与主人的谈话。 她的目光,不由得像在门廊那儿玩耍的孩子望去。 可怜的孩子,她完全不理解大人们的谈话, 此时正得意地起着西尔比先生的手杖越骂扬鞭呢。 伊丽莎,好想把心中的恐惧告诉丈夫,但她忍住了。 那个可怜的人,已经承受着太重的压迫了,怎能再让她更难过呢? 再说,也许那只是我的胡思乱想罢了。 女主人说,那不是真的呢? 伊丽莎,心里想道,亲爱的伊丽莎,你一定要好好地生活,我要走了。 可是,你去哪儿呢? 加拿大。 我到了那边后,就想办法来数你们。 等我。 娇丽莎,眼中闪除希望。 太危险了,娇丽,如果被抓住怎么办呢? 我会先结束自己的生命的。 不要。 我不会让他们再有折磨我的机会了,他们想把我带到南方去,做不到。 亲爱的娇丽莎,我明白你的心意了,你一定得走,但为了我,你一定要小心啊,愿上帝保佑你。 太好了,伊丽莎,我现在有一个好机会。 主人突然派我送一封信去一英里外的喜慕斯先生家。 他一定是想到,我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你,来激怒谢尔比家族,那么他就达到目的了。 我回去,就装作听天由命的样子,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,有人会帮助我。 如果成功,几天后,我便会出现在失踪者的名单中。 伊丽莎,为我祷告吧,为我们的幸福。 我会的,你一定要小心,相信上帝,他会保佑你的。 那,我走了。 啊,娇致这样说着,却久久地凝视着伊丽莎的脸,一步也没有动,就这样凝视着。 但最后,年轻的丈夫和妻子终于分离了。 我会保护新,那么快要让你満点一下。 我感觉如果对带来,我们可以这样凝視。 因此,下次我只能说给你带来... 我不要让你故意双嘗我。 感谢观看